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19 12月12號 又是一個新的購物企業 這是廢話 總之就是說今天我聽網友講說 虛空萊克的亞瑟 他在高階經濟場跟靈魂共鳴竟然只能上一隻而已 雖然這可能不是什麼 大消息不過我還是講一下我的想法 譬如說我是那個克愛索斯跟亞瑟做靈魂共鳴 所以說 克愛索斯跟亞瑟 他在同一個戰鬥場上只能上一個 這個是基本的認知嘛 那我原本想說你大概是第二隊 第二隊就可以上亞瑟 結果是不行的喔 三隊只能上一個 那這樣子 如果這個機制不改的話 以後虛空萊克就要很謹慎挑選了 因為 要嘛就是說 一隻 虛空萊克跟靈魂共鳴的他只能上一隻 那下一隻虛空萊克 又跟下一隻靈魂共鳴的只能上一隻 那這樣可以上兩個虛空萊克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概念 還是說所有的虛空萊克種族 都只能上一隻 所以這個是日後要觀察的 因為我當時我還做了一個影片 然後我還閒聊一下就是說 小兵兵傳奇他在固定一段時間他就會賣 590塊的英雄然後甚至還有這種像是 神力女超人 跟DC 那個 電影 合作的這些角色 那我原本也是預估說未來 劍與遠真也會是這樣的走向 那 可是 沒想到說高階競技場 目前 第一隻的 亞瑟 他跟靈魂共鳴竟然 沒有辦法同時擺上 這點是讓我滿意外的 可能這個 對大家來講不是什麼消息 那我就會很期待說 第二隻虛空萊克他的設定到底是不是說 第二隻跟第二隻綁定的也是可以 也是只能上一隻 那這樣就還好 因為這樣就是一隻綁定一隻 一直綁定一隻 那你上場還是可以上很多隻虛空萊克 只要不要是 只要就是 這三隊裡面就是 每一隻就是綁定的 你自己 虛空萊克跟原本綁定的角色選一隻而已 如果是這樣就還好 這樣子可能未來你還是可以上很多隻虛空萊克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虛空萊克他沒有光環 像我現在放的這個隊啊其實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邏輯性 純粹就是 綠的一隊 攻擊生命加15% 阿光的一隊 攻擊生命加15% 阿斯林一隊 OK好就這樣結束了 所以說 所以說就是有關虛空萊克的限量就是到這邊 所以要觀察說亞瑟到底值不值得買 目前我是覺得小客玩家可以先觀望 然後我剛剛說的那個 虛空萊克的第2隻 可不可以再擺上高階競技場我覺得 我們可以期待下一次虛空萊克出來 到底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第2個就是 之前我有提到就是 我當時我是用燦坤3C做那個舉例 我說95折 低於95折的話可能要注意 因為沒有任何人贊助我 所以說我這邊就是 在舉最近東森購物 當然這個影片是2019 12月12號 那這個活動還沒有 我不清楚 那在這個東森購物 他有到92折 那東森購物也應該是算是大家的購物商店 所以線上購物商店所以應該是不會騙人 那還是老話一句如果真的被騙了 真的不要找我 因為就是 我純粹只是分享一個資訊給大家 然後 如果是要找代儲的話 還是要小心 因為代儲你要給人家帳號那些的還有 來源不明的買卡 你也不要買因為 買卡這種東西都是會有紀錄的 然後你買來路不明的買卡點數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狀況 所以我這邊看到92折算是真的已經算低了 當然 努力Google一定找得到 我只是這邊舉個例而已 那 你看 連30塊都有折 30塊的 30塊的點卡 賣25 這一個 OK那像我的話 我每天固定都會買這個30塊的禮包 就是這一個 10的子靈文石 這個我加減還會買一下 就是6天就會有60子但是這個子呢 他並沒有跟心願清單綁定但是 我有看到巴哈的文章 寫說就是好像出 出心願清單的角色機率變高其實我有這個感覺 但是當我有這個感覺的時候很快他就給我假的值 可是不管怎麼樣那個總是肥料嘛反正30塊錢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基本的課金 可是你看 你在這邊買 他只要25塊錢那你一天還是可以省5塊錢啦 我們那個 玩遊戲的時候還是要小氣一點 好 我是阿天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希望下次再見 掰掰